現在這一根要報廢了 哪一邊說這一根已經不能用了 一旁電桿嚴重下沉 用手掌就能深入縫隙 拿不起來 不像整根都拔不起來 離譜的是 下沉電桿不只一根 和正常的電桿相比 下沉的電桿只剩下大概一半 個人高度171公分 那現在這個高度應該有200多公分 可是剛剛下去的地方已經到地上了 那剛剛加起來可能是兩公尺多 借用企圖百福社區 5月10號晚間 無預警的停電5個小時 約有100戶受到影響 當地居民把矛頭指向一旁工地 現在連他們的屋子 地板 牆壁 都出現了軍列 這很新的喔 這會舊的啊 台中現在也是因為工地他們倒塌嘛 公安意外 所以其實李明大家每個也都是會害怕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大家要注重啦 其實地板都裂開 那梁住的部分 不管是二樓跟三樓 其實都是有接縫的 那居民其實住起來都人心惶惶 很怕說是不是會有貪陷的可能 而且我們臨近五賭國小 那五賭國小上課的時候 小朋友那麼多 那是不是對他們的安全會有疑慮 下線電桿一旁就緊鄰工地 怕影響到周邊租屋安全 市議員曾宜芳要求市政府盡快調查因應 疑似是工地施工造成那個電線桿下線的意外 那總共停了五個多小時 那因為這個附近居民都有反應說 他們家的梁柱還有地板都有裂縫 那我想是不是公務單位可以專案調查 看是不是能夠立即先請廠商來做停工 那當我們把事情釋清清楚再來做復工的動作 訪問店是因為台店他是講說 他上面那個有兩個那個那個什麼裝置 太重了 變變箱 變電箱太重 這個土質太軟 核酸的土質 比较軟 然後壓下去就全部整個下去 因為隔壁房子的問題 變說有到現在看過 等我們第二次完成的話 會幫它修改 該換的換掉 該補強就補強 我們每個禮拜都有做監測系統 目前是都沒有跑掉 今晚工地負責人強調 每週都有持續的監測 也會負起責任 但看到民宅牆壁軍列 沒有拿出數據錢 還是會讓人擔心受怕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